3月7号台湾某求职网站公布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67.1%台湾女性上班族自认经济独立 平均月薪33,944元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7,382元 有63.9%女性上班族曾遇到与男性同事同工不同酬 大概有6成4曾经遇过同工不同酬的一个情况 那希望可以至少月薪要加薪6,300才有办法消除 同工不同酬的这个窘境 该求职网当天公布职场女力与工作性别平权调查显示 认为收入可养活自己的女性上班族中 58.3%认为台湾职场性别歧视严重 就是在求职的时候是曾经问过老板问说 那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后来就是才得知说 原来他们问有没有男朋友这一题 是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女生有男朋友 他就会花很多时间去陪伴另一半 甚至他可能很快要步入家庭会拥有小孩 那会觉得培训女生对他们来说是比较不符合成本效益的 调查还发现有65.3%女性上班族曾遭遇职场性骚扰 今年26岁的吴小姐是一名模特及网络主播 她告诉记者在拍摄写真的过程中 有时会遇到摄影师假借为她调整拍照姿势为由 进行肢体上的碰触 然后像之前就是有一些约拍 然后就是她说是要拍杂志封面 然后结果到现场之后才发现说 她其实是想要拍内衣跟比基尼的照片 刚好那次有朋友陪我去 所以我们就顺利的就走掉了 此外相比男性 女性上班族自认在工作态度上 根据细心贴心等优势 有81.1%受访者认为 目前职场压力大 其中有44.9%的人认为 压力的主要原因是工作表现 没有反映在加息上 该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表示 台湾社会需建立更友善的女性职场环境 而官方除法规保障外 还应提供更实际的生育补贴政策等